让旅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让美景成为永恒回忆 欢迎您来到环球旅游 今天为大家介绍著名的黄山 黄山Mount Johnson是中国著名的旅游圣地 被誉为中国的五大名山之一 也是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中的重要景点 它位于安徽省黄山市 以其壮丽的山景、奇特的风石和独特的云海景观而闻名于市 黄山风景区是黄山最为著名的旅游区域之一 拥有众多令人惊叹的景点 以下是黄山风景区中一些精彩的旅游景点介绍 1.莲花风 莲花风是黄山最高的风之一 海拔约1864米 从莲花风上 你可以俯瞰到壮观的山脉和云海景观 登顶后 你可以在山顶上欣赏到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 2.黄山迎客松 这是黄山上最有名的松树之一 位于天都风附近 它的独特形状和生长环境 使其成为众多摄影爱好者的焦点 在日出或日落时 迎客松在阳光的映照下更加美丽壮观 3.西海大峡谷 西海大峡谷是黄山上最壮观的峡谷之一 以其陡峭的峭壁和壮观的风景而闻名 你可以徒步穿越峡谷 欣赏悬崖峭壁和清澈的溪流 沿着峡谷的小径行走 你会被壮观的自然景观所震撼 4.北海景区 北海是黄山的另一个主要景区 拥有壮观的山脉和奇特的石峰 这里的景色变幻多姿 结合了山水和云海的美景 尤其是在早晨时分 你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日出和烟云缭绕的云海 5.西海长廊 这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脉小径 两侧是壮丽的峰石和悬崖 在这条西海长廊 你可以漫步其中欣赏到壮观的自然风景 沿途你会看到奇风突兀 峡谷深邃的景象 让人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6.光明顶 光明顶是黄山上的一个重要景点 也是观赏日出和云海的最佳地点之一 当阳光照射在山巅上时 整个山峰会被金光环绕 营造出一种神奇的氛围 站在光明顶上 你可以俯瞰整个山脉和辽阔的云海景观 这绝对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瞬间 7.老龙潭 老龙潭是一个幽静的湖泊 位于黄山的西南部 这里水色清澈 湖边环境优美 周围山脉环绕 形成了一幅宛如仙境的画卷 你可以在湖边漫步或租一艘小船 欣赏湖光山色 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丽 8.百步云梯 百步云梯是通往黄山主要景区的重要 登山路径之一 这条陡峭的十阶路径 共有接近一百集 让人气喘吁吁 但当你爬上云梯 你将被奖赏以壮观的山景和云海 在攀爬过程中 你会经历一种身心的超越与挑战 除了以上介绍的景点外 黄山还有许多其他值得一游的地方 如飞来石 天都丰 白鹅岩等 无论你是追求壮丽的自然风景 还是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感兴趣 黄山都会给你带来惊喜和震撼 在探索黄山时 请注意携带适当的装备和准备好体力 因为黄山的山径有些崎岖陡峭 祝你旅途愉快 尽情享受这片美丽的大自然 今天的景点介绍到此结束 请喜欢环球旅游的朋友 一定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在下个景点 不见不散